来 今天奖励大骨头啊 闻闻香不香 闻闻就行了 等会一起吃 这闻一下就撒不住咋了 今天我出去遛狗发生了一些小的插曲啊 大包他们表现的非常好 回了大骨头就安排上了 对 翠翠也不错 这个是翠翠的 给胖挑一块肉多的啊 胖没有牙 这块肉多 这块行 给胖来这块 看 全是肉 基本没有骨头 撞不吃 先给胖 哎 撞牙狗好啊 撞来这块 给撞放地下 撞从来不自己拿 今天我领着大包和翠翠 正在外面遛狗呢 还约了小一修 我们一起往前走呢 突然之间就冲出一只小狗来 直奔一修去了 给一修都算一票躲了 又奔大锤来 大锤也赶紧跑了 没跟他打架 他俩其实我不担心 我怕大包击眼 结果大包跟没事狗一样 就完全没把它放在眼里 一看这也太淡定了 非常稳啊 事情发生之后 就让我莫名的有一种自豪感 就跟俩孩子打架一样 打输了也来气 打赢了也不对 就这种不战自胜 我觉得是完美 其实我大包不是个怕事的狗 他从来不主动惹事 但是如果有别的小狗咬他的话 他肯定会上去干的 今天表现非常好 快手 拥抱每一种生活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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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